其實對於就是哺乳的媽媽來說 其實蛋白質對於他們的產後的組織修復 他們的身體復原 那還有他們最重要就是產後媽媽他們要哺乳 他們的發奶是有正面幫助的 那其實在我們台南這邊來說 他們又有一個很傳統的習俗 就是他們一定會要吃紅旋 那當然以前的媽媽他們會說 吃紅旋是因為就是防止落發 因為其實這個跟蛋白質有關係 對那他們也會說就是補一些就是虛寒啊 怕冷這些症狀 那其實就營養觀點來說的話 其實紅旋他的蛋白質豐富 那他另外有一些維生素礦物質 對我們的發奶是有正面幫助的 就是這也是在這方面是去做診證 那只是他雖然說他的蛋白質是豐富的 可是他同時糖固醇也很高 對所以就是如果說 然後對於媽媽來說的話 或是有一些他本身血糖固醇就過高了 其實我們就不建議他攝取過量 那可以選擇其他的蛋白質來源來做替代 如果說是對於發奶這個功效來說 媽媽應該是產後就希望可以 就是有發奶的作用 那只是說 紅旋他到底適不適合在產後馬上吃 就是因為他本身就是高過敏風險的食物 對那在媽媽產後即使他本身 對於帶克海鮮是不會過敏 可是他還是需要一些修復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建議從第二週或是第三週 才去攝取這個食物 那如果說你要發奶 你在產後馬上要想要有一些發奶的東西 其實像黑麥質 那或是像其他花生豬腳啊 對啊或是排骨啊 足夠的蛋白質其實就可以讓他有足夠的滷子粉物 就是我們在每一餐裡面 我們的蛋白質 建議大概我們會給他兩到三份 對那就是早餐午餐晚餐這樣子 對那就是如果說 佔我們整天的熱量攝取蛋白質大概14%到16% 一般就是標準體型的媽媽來說的話 我們的熱量攝取的話 餐後媽媽會再是2500大卡 對那所以就是他的熱量 乘以14%到16%就是他蛋白質所佔的 像我們平常在看的蛋白質 我剛剛講的一份 其實大概就是我們兩到三十塊 這樣子的一份的量 對所以像我們給他們的那個份量裡面 其實我們一天 其實一整天的話大概 一餐裡面大概是吃這樣子 所以我長大概這麼大 是夠的就夠了 如果孩子過多的話 其實反而就造成很生長複合 對就是因為其實 高蛋白質 其實有一些人可能 水分又攝取不住 其實他生活在叫生長複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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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